亚龙江 古城若水 亚龙江 古城若水 发源于青海巴洋卡拉山南路 于四川汤之花境内汇入金沙江 是我国水能资源最富级的河流之一 亚龙江水能资源约有3200万千瓦 目前已建成超过1900万千瓦 这些水电站一秒钟的发电量 就足以满足一个中国人 六年多的生活用电需求 丰富的水量 巨大的落差 蕴藏着澎湃的能量 我们将其称作水能资源 在四川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高达1.43亿千瓦 占据了全国的21.2% 这也是为何中国的13大水电基地中 有三大都在四川 其中也包括了今天我们所在的 亚龙江水电基地 在这些水电基地中 矗立着规模庞大的超级水电站 为什么四川有这么多超级水电站 它们又会带来什么 让我们去这片超级山河中寻找答案 四川共有大小河流1300余条 且集中分布在金沙江 亚龙江和大渡河三大江河 人称三江水电基地 三江水电基地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技术可开发量 经济可开发量均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 大自然的N次为四川因地制移发展水电 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川也因此建造其水电王国 截止2021年底 四川拥有大大小小水电站超过3800座 总装机容量近9000万千瓦 年水力发电量超过3500亿千瓦时 这些电能不仅稳定供应四川省类8000多万人口 并通过外输网络覆盖上海、江苏、浙江等7省市区近3亿人 四川水电人被称为驻坝铁军 这支王牌部队铸造了很多世界之最和中国第一 例如世界第一高拱坝 就是305米高的景平一级水电站大坝 中国第一高的土石坝 是295米高的两河口水电站大坝 现在我所在的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级水电站 两河口水电站 在我脚下所站的位置 就是两河口水电站大坝的坝顶了 3月18号 这座水电站的六台机组已经火力全开 实现全部投产发电 两河口水电站坝高达到295米 它的坝顶长度达到668米 地触海拔3000米的川西高原 其建设难度加大 填住方量是4310万方米 它可以填住1.8万个标准的估计游泳池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两河口水电站 正在运行的二号水轮机组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非常的大 但是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震动 我们现在把这支笔放在地上 看一下它的 旺不旺 可以看到这个比纹丝不动 没有一点的这个晃动 就是我们两河口水电站 一号机组的运行数据 上岛下岛运行百度 大概在26秒左右 这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投发师的四分之一 机架和电子机座在震动 相当于我们投发师的八分之一 这个数据可以说是 站在了我们世界的最先烈了 一条五百千伏超高压电网 从两河口水电站进入星都桥五百千伏变电站 再接入四川电网主网 贵住水电王国 一根根电网这项动脉血管 特别是正在加速布局的特高压工程 这是水电王国的主动脉 目前四川已有四个特高压工程投运 还有两个在建 同时 专于一千千伏特高压交流数电工程 预计年内将核准开工 全部建成以后 以四川为起点的特高压线路长度 将接近1.4万公里 我自己的体会是 亚龙江开发的历程 是四川水电和中国水电发展的缩影 我们中国水电走过了 由借鉴发展到不断超越的历程 目前四川已成为中国水电的第一大省 中国已成为世界水电的第一大国 我们在水能资源最富级的四川 构筑其水电王国 超过3800座水电站 与奔流不息的江水一样 昼夜不停地运转 每年可为我们提供超过 35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在减少碳排放 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 水电正在承担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江河的力量转换为 支撑经济蓬勃发展的不洁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递 mandate 催筹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